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硬件ZRM選擇一個新系列節目 一直以來都有網友詢問關於硬件挑選的意見 比如3700X是否適合打遊戲呀 B450和B550主板哪個比較好些 這類的問題詢問 為了可以簡化以及讓更多人受益 我就開啟了這個硬件ZRM選的新欄目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明白電腦硬件應該如何選擇 第一期節目我將會來和各位分享 電腦主機內的電源應該如何選擇 其實說起來相比起處理器以及顯卡 電源是不少新手都會忽略的一個重點硬件 好多人都會把重金花在高貴的顯卡 更高階的處理器 甚至是散熱器都捨得花大錢 但是在電源的部分都是能省則省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想法 電源是作為整台電腦的供電輸出中心硬件 電腦內的任何硬件都得依賴它來獲取電源 而電源的好壞就影響了硬件供電的穩定性 輕則影響使用體電 重則直接讓硬件有損壞的風險 不過電源又不像其他的硬件 能夠通過跑分又或者是兼容性和功能擴張等來分辨 而一款適合自己的電源應該是如何做選擇呢? 下面我就劃分了好幾個重點來和各位分享 這次要感謝威剛提供了這款 SPG Core Reactor 750W全模組電源 來作為這次硬件咱們選擇搭配電源 另外本期節目是重點圍繞在ATS規格電源上 像是SFS、SFSL以及Flash電源呢? 就不在這次的節目分享中了 不過除了體積以外 其他的分享都是所有規格的電源適用的 所以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首先是瓦數 這也是多數人最注重的一個選擇項目 越大的瓦數供電的能力也就越高 所以任何一款電源都會特別列明自己的瓦數 來讓消費者明白 但市面上有不少電源在標稱所提供的瓦數中 卻沒有實際的電源輸出能力 而要如何區分呢? 我們能夠通過這個列表來判斷 這是每個電源都會有的供電列表說明 由於整台電腦主要耗電的部分都是在處理器和顯卡主板上 這些都是依賴12V電壓供電輸出的 那麽我們就能夠通過12V的供電能力 來判斷這款電源的主要供電輸出能力了 12V電壓乘以最大的輸出電流指數 就等於電源本身的最大輸出功率了 比如衛剛的SPG Core Relator 其12V的電流輸出就有62.5A 那麽最大的輸出功率為750W 我們就能夠以750W來判斷是否足夠電腦內的硬件需求 一般來說我會建議顯卡和處理器的TTP功耗 不要超過電源總瓦數的60%-80% 也就是說如果使用這個750W的電源 顯卡和處理器的TTP功耗上限為450-600W 這樣在硬件產生順時的極限功耗時 750W的電源還是能夠穩定應付的來 但並不是所有的高瓦數就絕對比低瓦數來得更加好 特別是一些多路12V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主要的差異是在12V電壓輸出是分成了多條線路 一般會分成2路甚至是4路不等 而這類的電源的最大供電能力是多路12V合計在一起所達成的 其缺點在於如果你的處理器或是顯卡的單獨功耗特別高 那麽會因爲一路輸出不足導致供電不穩定的問題發生 這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哦 先前大家在選購電源的時候除了瓦數以外 最容易被大家注意的就是這個ADIPLUS認證標準了 ADIPLUS認證將會分成好幾個等級 從最低的白牌到最高的泰金牌一共6個級別 同樣以SPG Core Relator做參考 230V電壓下不論是20%、50%甚至是100%負載 都提供了高達88%以上的轉換效率 擁有ADIPLUS新牌認證的標準 不過ADIPLUS認證的最主要目的是針對電源本身的節能環保 來判斷電源的轉換效率是否足夠高 並沒有和電源本身的品質有直接的關聯 也就是說只要這款電源的轉換率是足夠高的 那麽就算是電源本身的品質很差 同樣也是有機會獲得高等級的ADIPLUS認證 而近年來網路過多的吹捧 ADIPLUS認證等級其實是有點過度誇大了ADIPLUS的重要性了 不過有一點是必須認同的 那就是一款好的電源 其ADIPLUS認證等級肯定不低 所以還是有一定的選購價值 只不過並不是認證等級相同的電源 用料和穩定性就是相同的哦 如果今天你是選擇高瓦數電源 那麽主動PFC會是你特別需要注意的 PFC的意思為功力因素矯正器 最主要的目的是減少交流輸出來提高功率 而主動式PFC也因為更有效的功率轉換 能夠適應更寬廣的電壓 在電壓波動比較大的情況下 依舊能夠穩定工作 而SPG Corridor同樣採用了主動式PFC 發案為宏觀的CM6500UMS加CU6901V 算是大部分高端電源的主流搭配 減少了大部分空載時候的電流損失問題 接著是電容規格 全日式電容算是目前高端電源的標配 主要是日系電容有著更加高溫的耐久度 從而提供給電源更高的壽命 也因為如此 絕大部分採用全日式電容的電源 都能夠提供高達10年的保修時長 SPG Corridor則採用了日系黑金剛搭配尼吉康電容 所有電容都能耐溫高達105度 而用料程度還算是不錯的 再來是電源生產方案 雖然市面上有眾多的PC電源品牌 不過絕大部分都不是自己生產的 大部分都是由固定的幾家電源代工廠來負責生產 這最好比AMD的處理器芯片是由台積電負責代工的 丁偉達的30系顯卡芯片則是由三星代工 而零售PC電源的代工廠 絕大部分都來自海運、台達、全漢、喬威、行家等等 而不同的代工廠也有它們自己獨特的強項和優勢 這裡不就一一贅述了 日後有機會再和各位分享 而SPG Corridor採用了喬威的代工方案 喬威這個代工廠你或許沒聽說過 但它所代工過的電源品牌你肯定是有聽過的 包括像是海盜船以及TT的高端電源 有很多都是由喬威來負責代工 因此代工實力是絕對值得信賴的 通過來自超能玩對於SPG Corridor的電源評測 我們能發現內部構造的用料也十分紮實 而且做工也算是非常的優秀 因此如果你想要購買一款質量比較好的電源 我會非常建議上網搜尋關於電源的代工方案 以及內部的構造和做工資料 這部分除了前面提到的超能網以外 也能到FC Power Up及電魔方 尋找電源相關的詳細評測資訊 它們所製作的電源評測都十分的專業 而且都是採用非常專業的測試工具來進行 所提供的資訊是值得參考的 目前市面上絕大部分都是以全模組和直連電源 這兩種電源規格來區分不同的定位 當然也有半模組電源 但收縱權並不多 選擇也非常少 這次就不納入對比了 首先直連電源的優點是價格更低 更適合一些入門級別的電腦用戶 一般都是在450W到650W之間的選擇 不過缺點自然就是 繁鎖的線材對理線非常不友好 而全模組電源自然就沒有了直連電源的這些缺點 不僅是能夠把沒用上的線材給卸除 還能夠定制模組線來大大增強理線的美觀和整齊性 加上目前主流高端電源都是以全模組規格為主 需要高瓦數比如850W或是1000W以上 基本上大部分也都是全模組電源了 但缺點也不是沒有 手機數是價格比較高 加上入門電腦主機一般對電源瓦數的需求也不高 比較少會選擇全模組電源 另一個缺點則是體積相比起一般的直連電源還長 而且會隨著更高的瓦數體積需也會進一步的加長 不過好在SPG Corridor是少數全模組電源保留在14cm的長度規格 在一些空間比較吃緊的機箱內 還能夠有不錯的兼容性 最後是關於電源的擴展性 比如直連電源所提供的供電接口數量 又或者是全模組電源所提供的模組線數量 這一點是比較少人會去特別留意的 畢竟額外購買模組線還需要一定的花費 因此原廠所提供多少的供電線材 其實是需要去留意的 比如SPG Corridor就提供了一條主板24B供電線 兩條獨立的CPU8B供電線 方便你使用高端主板CPU進行超頻 4條PCIe供電線合計6個PCIe8B供電輸出 就算是想要帶動高端顯卡 只要是電源瓦數足夠應付也是能滿足的 以及4條SATA加大四邊供電線 合計12個SATA外加4個大四邊供電輸出 方便日後進行其他設備擴展的供電所需 又或者是一些高容量存儲用戶的需求用途 這些原廠附帶的模組線都能夠應付 所以在選擇一款電源前 可以去留意下有關的輸出接口以及線材數量 是否適合你目前的需求 避免買回來後才發現接口或者是線材不足的問題 到這裡 關於電源選購需要注意的事項已經和大家分享完畢了 當然關於電源選購的部分 各位看官如果有什麼樣的獨特見解 也歡迎在底下評論讓我們知道 又或者有其他關於硬件選購的分享 是希望我在日後能夠製作出來的 也能夠評論讓我知道 我會認真的仔細思考哦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期的硬件咱們選 如果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也別忘了點贊、評論、分享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做影片的最大鼓勵 新觀眾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另外也歡迎加入頻道的付費會員計劃 每個月都會有付費會員的專屬直播教學 又或者可以到BuyMeACoffee打賞支持我 覺得這期影片意猶未尽的朋友 還能到我的Discord群組來一同交流 除了有更多第一時間的數碼科技內容分享 有專機需求建議的也能到那裡尋求幫助 那本期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Kenny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影片見